歡迎大家來到 凍晚輩密電台逢星期二晚直播 星期三晚錄播的 港曼咬借邦 今晚是第六十七集 哇 一班六七咬借 收聽的方法 你可以逢星期二晚 上到Utai Quote Café 或者在網上直播 大家都知道這個Pattern 所以就算沒有放在網上 大家都知道怎樣可以聽得到 用最快的方法 除此之外 如果你們想跟我們聊天的話 在港曼咬借邦 固然就是留言板 但如果想跟我們在RadioData時段和動費時段聊天的話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MSN MSN是 acrobage.radio.gmail.com mquangroup275180 at msnson.cn 還有一件事想跟大家玩玩 在留言板有交引開了一個RPG接龍小說 大家現在準備玩得慶高賽列 七大強者已經列陣了 大家可以隨時上去吹一下 大家好 我是漫遊者 大家好 我是冰芝 我是施迪 我是施迪 好 排了位第一本說什麼 神兵 神F2 好像沒試過第一本說神兵 不會第一期的時候就是 是嗎 他話說都是 叫做後半的新開始 十二期 好 嘩 這樣也很噁心 聖女元期 好 大家怎麼看 總算就是把超霸人物和神兵世界的人 就拉了一條線 但是似乎人物眾多集亂 很擔心 究竟能不能夠有充分的篇幅寫完這些故事 我自己整體覺得這輯的感覺就很黏 本來我期望很高 因為好像第一期說的時候 說第一期的時候 我不是說這套東西起標就加二十分 因為題材問題 但是偏偏現在就是因為題材問題 我立刻就先負了他二十分 理由就是因為 這麼多鄧花雲 就是變成零不起標 沒有感情分 因為問題是 我看不出他和二戰的關係是什麼 現在都 是不是有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感覺 嗯 其實其中我主角竟然是聖女正得而 你最少都給個 不是亞道夫希特拉 你都給個古德林我 或者給個龍美爾我 易蓋世泰寶 很多人物可以好好運用 他會不會特地 因為之前那幾輯神兵 都是會有一個比較擔淨的女主角 他不是為了加個女國 在歷史上女國其實 沒有什麼一個可以選擇的 所以就找聖女正得呢 聖女正得在那個時候 都不一定是 要出場的 如果他不是在二戰找一個特定的女國 那什麼時候都可以 不一定要是聖女正得 找德蘭修女可以嗎 再後一點 德蘭修女應該都出了勢 對於這輯神兵 不一定是優勢 可能要改成她 也能夠 然後中間 前面又重新一段 談到這個 《拿破倫》和《南宮太平》的會面 那又有什麼意思呢 對於這輯故事 應該不是有什麼大的影響 或是一個牽絲 但我感覺不到 對呀 現在說的就是 如果聖女正得 即是說法國不要淪陷,但法國淪陷了,結果會是甚麼呢? 我想阿偉可能已經想好了,但在劇氣上不能推出來 我要強行想才可以推勝女貞德出來是因為要說法國的維其政府 應該是戴高樂,但事實上我們理解的二次大戰都是以英美聯軍為首 加上加拿大部隊,但法國的參戰或戰力是很少的 聖女貞德與法國和拿破崙有甚麼關係呢? 而另一個問題就是,到現在為止,其中一個訊息為何要出勝女貞德呢? 就是因為他背後揹著藍宮敏天這件事 講到尾其實這一輯都是說燕王和泰平去找敏天 但是泰平出了幾次場,燕王出了一次場,但整體那條線扣連不起 我始終都感覺不到究竟阿偉在這一輯想說甚麼 或者以泰平的視點去計算 其實他現在這一隊的人有赤袖和貞德 其實就算他剔除了這兩個人物,他依然可以繼續去找他老爸這條線 有貞德會好些 或者快些會合燕王,反而去得更爽 如果我們看過上一輯都比較容易說 第一輯說甚麼?第一輯很簡單 就是藍宮敏天,藍宮太平為了避開天魔的追尋 所以一直隱身,假裝藍宮敏天 然後,而天魔陣型那邊就是為了引發出 找到第六件秘寶 第六顆魔豬 然後去產生一個衝突 但是這一輯你見不到任何你可以說出來的一條主線 我到現在說不出 因為他這一輯其實我們當初覺得是一個二戰篇 期待是他會好好利用這個世界的框架 例如兩大陣營和盲龍族心 裡面這些歷史人物 原來涉及天魔和眾神兩大勢力 大家把所有人都放進去 但是到現在為止,西方天魔族出的人物實在太少了 你感覺到,哇,正派那邊的人物是排山倒海的出 但是另外一邊,你就好像不是怎樣去說 那最後是不是到這輯完的 是草草消滅了西方天魔族 還是留下一輯再繼續說呢 還有呢,現在發覺就是 超百世紀那堆人,基本上整件事在什麼位置呢 其實可以沒有都可以的 就是以剛才我們所說的那個故事進度 只不過是天魔啊,問天,不知去了哪裡 大家在找他的時候 那群超百世紀的人在做什麼呢 其實可以完全不需要來這個世界 都可以發展到剛才我們所說的故事 所以我就很不知他究竟下去 其實那群人的位置 究竟為什麼要放他下去 鋪排著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超百的人物 對這個二戰片最大的貢獻 其中一點就是 超百世紀裡面的西希摩 其實可以吃希特拉這個角色 然後呢,就是天魔族 就是利用他這種身份 大家去從事一個合作 就是如果能夠很快很爽快寫到這個劇情的話 那兩邊就會迫類分明 就是每個角色都有他的崗位 但是到現在似乎都還未去到這一點 老實說,這個故事呢 就肯定吃力了 我懷疑為什麼要放這麼多歷史事件 或者要交代這麼多歷史呢 就是因為不是很多人認識西方歷史 以玉記書系的讀者來說 既然是這樣的話 所以阿偉好像我曾經 找他做訪問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 不知道今期還是下一期的 《黃鋒雷傳》的專欄都會說 他有提過 我不可以預期所有讀者 都已經明白我講些什麼 所以他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為什麼我們曾經說過 要畫公仔畫出場 即是關於合薩兒那一段 《英擊長空》片 他就說 我不可能預期讀者 在暗示之中已經明白 所以他就會 中國歷史尚且如此 何況是西方歷史呢 我作為一個讀者 都理解他這種想法 即是有時我對著一些 可能我不是太感興趣 或者理解的一些歷史事件 我都覺得 要你去投入的時候 早你講講 但問題是 你要識簡化 讓大眾可以很快 因為不是透過漫畫去學歷史 而是希望 只是了解你某個背景 某個程度的故事大綱 然後就投入一個故事 或者這個段落的人物 但我就會覺得 譬如現在寫了七期 就會變成 你交代了很多歷史 其實肯定很吃力 要找這麼多資料 但結果就一點都不討好 變成大家都吃力 其實是辛苦的 而且讀者看雙周刊 我真的不太記得上一期 提了什麼歷史的事件 真的 其實我只記得人物 好像沒什麼做的事 好像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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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來 然後又太平 太平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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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又撞到條女兒 叫成女蒸德 所以就這樣 另外,如果相反,我不是的,你對歷史其實沒什麼特別的興趣 你是不會因為這本書而對歷史有興趣 你一看到歷史的部分,你就不停地看,跟故事沒有關係 其實你會跳,我相信很多讀者是會跳 如果你講得精彩,我就會有興趣 但如果你這樣教科思式,我就不會轉一步 而且現在他講的方法,這裏一段那裏一段 你不是一個串連式的講歷史方法 你是看不明白歷史的流程,你根本是忍不住有什麼興趣 這樣說,叩頭叩尾,潮華版,神兵員期,八十頁一期 即是斬頭斬尾,八七五十六,五百六十頁的故事 我想不到我可以講到一個什麼故事出來 總之就是南宮泰平要來找文天,文天不知他有什麼 但八多年前他救過一條女 超話世紀的人來做過什麼呢? 或者他來了,打了很多蝙蝠,花了很多蝙蝠 究竟他做過什麼呢? 在具體的故事裡面幫助了什麼呢? 稱為和天魔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呢? 這個是原念 但是反過來的就是,其實整個故事都只是說了這幾樣東西 但他其實做不到原疑的效果出來 我為什麼想知道呢?因為跟故事有關 但是跟故事的最終目的結局有關 但我現在都看不到他跟故事有什麼關係 就是,稱為為何會發瘋呢? 稱為為何會發瘋呢? 稱為為何會發瘋,你就要看超霸 對,我想看超霸就行了 那我不需要追神F2 就是繼續追下去 所以整體上,方向似乎有點錯誤了 雖然他可能用的時間心機有很多 但是擺放的東西,或者將他們混和的方法似乎有些問題 就是,主線極度模糊 我都是今期開始,才稍微摸到主線 但今天是第七期 對,有點擔心 就是,會是太平帶著阿貞德和阿赤 找老爸 對,不知道去哪裡 就是,都不知道去下一步想怎樣 你不同,上一輯很明確 就是,一出來就是問天 這個是不是問天 就是,第一輯,第一集 就是,你猜他有沒有交了個心給你陳文 然後再清,已經清沒 一條他清沒 這個是不是問,第二期開始 你已經說,那個是不是問天 這樣,何是很清晰的 就算不知道他搞什麼 但是你也想知道,這個問天搞什麼 他這麼多年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他們那個背後,除了問天之外 另外,他們那個背後,除了問天之外 另外,是天摩那邊都去得很清楚 就是,到底想做什麼 我想,下期第八期會是關鍵的 就是,他能不能夠迎接 這一輯的ending 寫一個比較圓滿和清晰的路線 我們先說這麼多 好,接下來都是說,阿偉的創作 嘩,這個又是另一個感覺 二世祖 但是他真的,強勢回歸 強勢二世祖 但是,黃鋒有誰 金鵬 金鵬 金鵬也努力啊 上星期都說過 一會兒分析這件事 我們先說紅武 他跟文殊一比起來 就真的很大對比 說完東西給你聽 中間,習慕俠那段 我跳了沒有看 我想問一下,如果跳了沒有看 會不會有影響 中間那段 即是他娶了老婆那段 其實是沒有影響 暫時都沒有看過影響在哪 應該說 我 skip了這段 我不怕大膽說句 連早幾期說回 關於他的往事 怎樣找黑死那些 你飛殺他,依然是沒有大影響 因為拖雷之後的表現 某程度上已經告訴你 習慕俠當年做過的事情 我想,在講過故事之前 我想講講一些畫面 這期拖雷不是拖了一夜嗎 為什麼經常都三百眼 很明顯 他拖了那一隻 不是K仔,是黑仔 黑仔病 今期的畫工真的有跌了 人手的問題 你知道很多機構現在精簡人手 都換了人 人物、美術都換了人 這名是袁浩中 陳繼榮和李耀明 以前不是這麼的 沒有 片段上是新一批人接手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去磨合 還有所有實境、製作和製作助理都回到大陸了 如果按照幕後的人物,以前大部份都是香港人做的 我不是說內地的朋友的技術比香港還差,但又要重新磨合 即使大家計算是等級的技術,還是要磨合 大家習慣不習慣呢?這本書的質素都蠻浮動 也不是今時今日的事,接近一百期前都經常有人談論這些問題 所以都變成一個常態大家接受 其實可以這樣理解,你不同畫風我就不會覺得很噁心 譬如你說金曉雯的畫風,我不會說金曉雯的畫是很噁心的 但是你用那種畫風畫出來,有高低就會知道什麼是漂亮,什麼是不漂亮 因為你現在用寫實畫風講求的是比例準確,叫得仔細 不然為什麼每個人都會說阿Sir和阿龍少的畫漂亮? 就是因為用同一把尺去量度 如果你說是另一把尺的話,我當然不會和你量度 你說公斤那邊是在計量的,我也要找些方法去同等才能量化 但是我現在,因為大家都在用寫實畫風,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如果以這個走勢力,它是定了,將部分工作扔在上面做 你猜一下會不會某段時間之內出現磨合的跡象? 因為長期都保持在這種水平 只是看有沒有決心,一定可以的 我看回專欄,其實原來中華英雄和外傳都是內地製作 沒問題的,都可以的 只是在於你有沒有心 始終要給點時間 那說回故事吧 嘩,以一個瘋了手的二世祖來講 拖雷給我的感覺呢 真的非常獨特 以前我真的不覺得有多少角色他今期這麼好表現 銅龍虎門那個四龍不怎麼比 兩個都是斷了手的 兩個都是瘋了手 拖雷以前就是二世祖 現在今時今日你都不能再灌這個名字在他身上 他已經不是在做二世祖的事 其實他也不是很二世祖的 他只不過是中二病 死小孩而已 他當初第一次侵入中國的時候 其實他給人的感覺就是靠十三翼的朵 或者是靠他爸爸的明星 其實他是非常不自量力的 但是現在就連十三 再遇上他 都覺得那個轉變 以及他行事那個作風的轉變 是讓你感覺到一個真正的成長 他的成長是清晰而明顯的 任何一個人都給不到 在個性上的改變都給不上他 因為他是由中二病變成一個正常人 那個差幅太大了 所以看得出是很合理的 如果看不出 咦,拖雷你有改變過嗎? 我不太覺得 那一個人應該是傻的 不是,他的目標清晰了很多 就是覺得 還有他真的修煉了回來 是啊,他當初入關的時候 只會很討厭漢人 因為拿些漢人來玩 那他當時以為自己很厲害 喜歡病的都是這樣 所以當初不停被人教訓 大家看得很開心的 他又不喜歡親父母 喜歡親父母 我覺得 又不可以只怪他 喜歡病很多時候 都是家長訓練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 阿偉其實在專欄都有提過 不要期望他因為 二父為他而死 所以他就會有 翻天覆地的轉變 他都一樣是有自己的缺陷 我覺得這種想法是 積極和很合理的 一個人未必每次都可以 這麼老噓 一下子就改變過你 除非你是主角而已 大家一代宗師穿著長衫出來 像畫英雄一樣 叫我拖英雄 叫我拖英雄 在這兩期拖雷身上 你不是完全印象到一句 江山二改品性難移 即是他只是升級級 但他的本性依然是這麼大毒 這麼兇殘 他都很寸實實的 他對著十三都很寸實實的 他對著莫星谷一樣是這麼狠毒的 這方面也提升級級 他對自己人也是這麼壞 他一開口 一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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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盲的 差點未講他陪你按摩 不是 其實他是正在變的 他百口衰 但其實 你是看到他 因為見到身邊所有親人 一個一個死了 他以往其實沒有這麼重視親情 他唯一比較重視就是義父 和他媽媽 他對他哥哥和阿靖完全不關我的事 現在不是 他哥哥在他臨走之前已經改變了 少少 沒有現在這麼大 但是你是看到現在回來之後 好像十三都說 他變了 以往 他就乘機整傷我 對我一下 現在他沒有 即是你看到他 因為身邊見到我回到來 之前第一次走到爸爸死了 第二次走到媽媽死了 然後他會覺得身邊的朋友 親情 又越來越重要 對於他來說 雖然他擺得更壞 但是他其實是在重視那些人 所以之前說 上一代 剛剛的十三億 一個一個這樣離去了 似乎蒙古那邊 那個頹勢已經不現了 但是 現在一個拖雷出來 已經令你覺得 似乎蒙古還有一個勢 這個是幾厲害的轉變 他要加上遲些再有一個呢 即是令你很期待 令你很期待的故事 即是他都有一個這樣的 即拖雷都可以進步成這樣 你何根何方述赤 述赤 再出來那一刻 可能真是華英雄那樣的 即是兩兄弟出來 搞定你所有的反應事 始終這本是天子 所以會有些個 對於將來 都是那句 好像很久之前已經說過 誰會死誰不死其實很清楚 所以 那個期待感是會差一點 老實說 就算拖雷贏 拖雷加術赤 一起贏了所有漢人 最後 他們都要是退場那個 但起碼 會感覺到 來一場緊湊的大戰 而不是無名小輩 無色無色的落幕 我只能夠說 那個戲劇感 其實不是張力去到這麼澎湃的 只不過是 在描述個人的成長裏面 他的聲音是比較合理的 這兩個術赤和拖雷的聲音是 明顯地有計劃 以及你可以被說服 我們平時說其他書 他的層次升得很古怪 碰一碰你的肩膀 你突然厲害了百倍 金鐘招第九關 看本鹹書又說 學出了一套武功 最勇權意 最勇權意就不用說 最勇權意就不用說 其實劇力上是疲弱了 只不過是每一個人 我只在於看每一個人的過性 以及他最後會是怎樣 雖然我知道 他們每一個人 最後在歷史上會擔當什麼角色 但我想在故事裡面 他怎樣繼續成長 看上今期 我覺得 現在只說 一八四入七期 拖雷是主角的感覺 他真的整個武當炒 這個格子 這麼巧有幾個人 又不在鄉下 有兩個人就跑去渡蜜月 但是莫星谷氣到爆 莫星谷 那七師弟是正常的 我覺得莫星谷的感覺 真的很像明血星王 最初寫到他好像很厲害 天下自由目 又水 然後打明教出來 每個人都來殺他 全部幫日陽君 和常遇春 都被擋了 現在 當仁仁聲哩的時候 他還在打飛機 最後還要餵寵物 對呀 會很灰 但是最後一幕 真的有些震撼感 經歷了 即是你真的會 你看著 你腹肉都不要緊 你看著那些人來咬你 如果你投入去 你真的覺得很恐怖 那件事 有點像西片 某些恐怖片的描寫手法 我感到 但是 用Toyola黑死病的上面 你覺得完全match 我感到很寒天 拖雷用這種手法 你完全接受 兇殘 是兇殘 這本書只有這個人 配用這種手法去殺人 所以真的不錯 所以是寫出每一個人不同的感覺 希望神F都可以有紅帽 這種澎湃的感覺 沒有的了 說另一本很殘忍的書 很殘忍嗎 今期很浪費 以往也很殘忍 一邊斬一邊斬 一邊斬到現在 大謙義生下忠秀 翼龍生番 太子大飛和灰狗死了 我那天看這頁的時候 跟司迪在研究 即是一路研究這七個人的死相 似乎有一個人可能有機會不是死了 我覺得是大飛 為什麼呢 只是暈 我覺得是灰狗 灰狗只要用少許磁場重組 可以合法 大哥一開二 你不用白兵星君 死靜把頭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 我自己想太多 還是牛腦想留一手 你應該想太多 不過我總管聽你說 灰狗這些一開二就沒得好說 生日中壽頭都掉了 不用說 生日中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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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到瞳孔收縮 絕對是死了 沒有機會回生 唯一是大飛 那太子你都可以不假死 寫到他真的斷氣 唯一是大飛的描述 他死了 用一個微笑編曲 比較寒悔一點 對 加上 四眼妹那個夢 不知道會不會是一個預告 對讀者 所以阿南斗大飛 所以阿南斗大飛 我仍然堅持一把刀 是不可能都是一個人一開二的 沒錯 算了吧 算了吧 我們不要討論這個問題 終於到最後一個 你的堅持是可以的 終於到八大壯士最後一個了 我想回應剛才阿朗曾經提出過的一個問題 先不要說他將來的夢 我只是覺得就算不是大飛 我只是覺得太子的兒子和大飛的兒子都不會再加入鴻兄 他一定會以殺了陳奧南為畢生的任務 應該不是你 老爸都會這樣 對 你要我老爸上來救你 最後只有你一個人回來 有沒有搞錯 除非你殘廢 那你覺得他兩位下一代應該加入東櫻 還是加入毒蛇幫 鴻兄分佈 可能是甚麼呢 可能都會加入鴻兄 然後暗瓦底其實就這樣報復 對呀 陳永遠 新的鴻兄分佈 那真的是古客仔故事 那今期我和施迪看的時候 我給了一個很有趣的想法 就是 牛佬一直在說 地中海其實無論單打獨鬥 怎樣都會贏阿浩南的了 但是呢 陳奧南拼的就是拼他剛才地中海 一直跟太子三番 灰狗和大飛打的時候 會不會有很多體力 他剛才坐在一邊看 車輪線 他有頭嗎 吃鮮豆嘛 你看不到自己的鮮豆嗎 我看不到喔 我看不到喔 阿山當然又倒了一杯茶給他 大家吹過阿水 一場兄弟 打那麼久 阿浪就是叛徒 阿浪和四海就是叛徒 可以跟他斜著打給他 他會再吹氣 阿浪先 阿浪先 這樣不合格 理論上 整個遊戲 就是當這是一個遊戲 最累的那個人應該是陳奧南 因為他真的從頭打到尾 他是第一個海盜砍人 而且他的道友一名 我當你充足電上來了 那些電被用光了 都不會突然間在氣力方面 是他用少過地中海的 那你打一些摔角遊戲 譬如PS2那些 他其中一個數字是回氣度 因為陳奧南最強的就是這個 可能他休息五秒 等於阿地中海休息五分鐘 所以就回氣度可以壓著他 OK 比較牽強 你要勉強說服我 我都可以告訴你 我都很勉強地接受 我寧願接受他吃一顆鮮豆 多個接受才說 還有那個衝擊 他見到他七個兄弟的死 對他的激發 怎麼都比地中海大 地中海純粹為了求生 但未必殺他是第一個手段 我只能夠說 如果他每次都是用同歸於盡的方法 去砍地中海 令到地中海每次都要留一手 反而說得通 即是後段是說得通 但如果說前段是因為 我要搏一個機會 就是因為地中海可能打到武器 那就真的完全不合理由 這期都差不多可以分勝負 我想下期怎麼都會完 大家會覺得是山雞放過他 還是大東放過他 應該是大東 山雞真的沒什麼理由去放過 山雞真的沒什麼理由 搞這麼大堂東西 對比放他就很膠了 搞這麼大堂東西 又不是他搞的 說他一手速停的 不是嗎 這麼大堂東西都一件事 還有他們 叫做冤家隊上了這麼久 一直都針鋒相對 你現在這一刻才突然說 心軟放人 即是你兄弟過不去 就是他獨蛇幫 在這堂東西都死了不少兄弟 反而你說大東那邊 他比較上被動 所以他有機會放過他 但是似乎又找不到一個很圓滿的藉口 去這樣做 就看看他怎樣安排 即是除非是他用一些額外的手法 因為山雞由頭到尾都想他死 他沒有人在那一刻才放過他 相反而另一邊 其實我是被動的 我只是希望 炒起洪興而已 我跟太空男本身 都不是很深仇大恨的 那你可能 看看他怎樣安排 令到他有這樣的原因 令到他可以 有藉口放掉他 即是可能打到殘廢 他都沒有用的 不會有什麼影響到我們 那就留他條命 可能是這樣 還有作為一個東英龍頭 他在那個計算上 他都應該盡量避免 和洪興的全面開戰 雖然放過陳浩南 達成這個後果就很難說 至少將來有講數的碼頭 即是將所有的東西都射進去 你不動過龍頭 我放過你 第二次如果你還是龍頭 我還可以說 我東英放過你 當日我都叫做補過你 令到你去了一條什麼 但如果我倒了你的話 下一個龍頭一定會 一定是為首要去報頭 死的八個人 每人的兄弟都要交代 只是那幫死靜種 出來和你過不去的話 東英也會有排飯 每個人都拿來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算陳浩南回到去都一身矮 所以看看會不會最後來條件交換 即是我放你 甚至乎可能 等你可以帶七個兄弟 傳屍走 有部分都不是傳屍 即是作為一個條件交換 放過我東英或者一段時間的和平協議 他會不會成為一個談判的條件 不是我的意思是 在洪兄內部陳浩南 他交代 不可以交代 即是之後的日親人 他不能跟洪兄的人交代 你一人要去打 現在兄弟上來救你 全部都死了你沒事 你還想當龍頭 我不會覺得你可以 我覺得他是他的出賣兄弟 未必會去到這麼極端 但最少你沒有資格再做龍頭 他都要交代 你要向朋友交代 看看牛腦怎樣寫 這裡都很棘手 已經有人猜到下一任的龍頭是誰 我看上網討論區 你們會覺得是誰 討論現在呼聲最高 都是韓濱 我會覺得是陳耀 我也是這樣 但陳耀要做一早就做了 不是要做的問題 是以洪兄而家 那麽混亂的局面 那麽多大粒的死了 你要穩定社團 是要穩定宿虎輩 那個味道比較重的人 鎮壓一段 可能只是一段時間 可能之後到韓濱都不出奇 現在正在待的 陳耀已經 看看會不會一直待下去 要不就是蔣先生回來 要不就是陳耀做 因為 就算你說韓濱 我們計算 似乎都是一些 渣費人可以做的 剩下多少個 就是韓濱和靚媽 靚媽 靚媽 是被人奶 十三妹 不會是女人 所以我覺得 在動盪時期 你要鞏固 走了七個人 十二三飛人 走了七個 只有五個 那 真的 除了陳耀和 蔣天生可以走出來 穩固陣營 之外 其實沒有其他的 會不會學的時候 大雨 會不會學的時候 火舞 一般雙龍頭制度 都可能是其中一個方法 不會突然改 過度時期 定溫心 以前和蔣天生 和蔣天養都聊過雙龍頭 所以他打這場 是意料中事 怎樣處理 收拾這個懶貪子 不論是 鴻兄 東鷹 毒蛇幫 大家都要面對 那裡可能更精彩 好 古惑仔說了這麼多 先講下一本 講下一本 講下一本 那就是這本 第八同仁 上個禮拜沒有講 原來 不要緊 上個禮拜要講話 都不是太多 就是BL關係 勞不可破 結果連不殺的手套 都被影響到 我覺得救兇這個角色 寫得不錯 殘兇 Sorry 我經常都調轉了 殘兇這個角色寫得不錯 雖然不是出了很久 但是整體來講 那個感覺 你這個人的個性 其實很出的 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 其實很孤獨的武者 其實他原本在這裡寫 他是想 找個機會 要和阿北殺較量 但最後他竟然是 心甘情願地 落敗在 七索和 阿君寶的那個 友情 有情 算算的 算算的 之下 即他開始 看回自己的人生 原來我一直追求的 不是天下第一 那些 榮華富貴 原來他追求的是 友情的關係 即他是被情所打破了 一直回顧 其實你覺得 殘兇 他 都不是什麼大惡人 起碼這裡所講的 他沒有做大惡行 他本身是一個很樸實的人 只不過可能不入歧途 跟錯師傅 不是他 他是一個大惡人 你看到他 是想不停地去打 殺 他想透過武學去 他沒有癡 是他沒有癡 但是他透過他的武功去 耀武揚毀 對 對 所以 但是 十幾期 我覺得已經寫出了一個角色 這個人最後 我有點驚訝的就是 因為他竟然不會殺到很久 這個原創角色他沒有殺 半原創 算不算 應該是完全原創 因為 原著是 有名沒有出過場 我好像不覺得有名 他是十個徒弟 好像不是全部有名 Anyway 至少這個角色是 有意思 寫出來 至少這兩期 他打的拳 都是原創 不止他以前打過軍部 所有都是原創 所以這個角色 寫出來 都具 都具魅力 反而我有問題 原著 有沒有說 畢殺 那個童年 和畢符 那段 沒有那麼詳細 大約都是這樣的 大約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段 真的很差 基本上我看完之後 這個就是出塑 和軍寶最初的事 只是他們沒有誤有歧途 都是一個被人欺負的人 然後他們就說 我不管了 我就捱苦 人家捧兩桶 我捧六桶 去訓練自己 打好基本功 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要把 始終不殺不虎和軍寶七索 去做比較 經歷是相似的 最大分別是個性 因為始終不殺那種 深空狹窄 是七索和軍寶沒有的 而且是一個很陰沉的人 筆殺 你說童年經歷 練功成長就真的很相似 但是當 因為個性的影響 令到大家 筆殺和筆虎大了之後 完全分道揚鑣 傷殘 感覺上七索和軍寶 不會有這樣的發展 我想這裏有點不一樣 最少在那個時刻 即是說筆虎和筆殺年代 少林是未沉淪的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以現在這裏所寫的話 其實筆虎是一路都很被人接納的 在整個在他的生活裏面 只不過是 每個人都不喜歡不殺 而只有筆虎去挽救所不殺 他希望將他拯救回正途 或者讓他沒有那麼孤獨 但是軍寶和七索 兩個都是低賤的人 一個就是窮的 一個就是大俠章元的兒子 只有這個名字 在當時已經淪陷了的少林 已經是一個罪名 所以如果要深入這樣解釋 兩者是有不一樣的 我的意思就是 筆殺背後的那條筆 和李軍寶那條筆其實是一樣的 大家都是進去逼不被接納的 或者歧視的 而受很多苦 然後靠自己 我這樣就練到一身好武功 這條筆其實是重複了的 不是 他學的是少林正宗 我不管他學些什麼 但是大家背後的經歷 都是進去被人欺負 然後我付出給別人多一倍努力 是不是一定要被人欺負 才肯去付出努力去學到武功呢 那筆殺 其實在某程度 是重複了去用的 但是反過來 你經歷的事情不是這樣就是這樣 這樣說 所有故事都是一樣的 所以中間有一個半個重複 而且我不覺得中間的重複是大得那麼厲害 因為 筆虎 正正是因為他們在少林的墮落前頭 所以中間那個分野是 你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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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為了 少林功夫裡面 你學足少林功夫 學到最厲害的一件事 但是另外那邊 他們要自創另外一些東西 我理解 我理解 你的想法 但是 可能每一個人看 當然都一定會有不同的 如果這個是原著本身有的 我就覺得 原著那裡做得不好 我記得在樓頭都說 原著做得不好 他把那些方式重複去用 其實 他兩個 就是筆薩和筆虎 有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筆虎本身的人際關係比較好 今期他裡面 講年少時的筆虎有講過這件事情 所以 在筆薩眼中 他覺得自己更加陰影化 更加不被人重視 他的心胸合債情況 是更加發揚剛大 從而令到他大過 越來越轉牛角尖 他會不斷去看別人 你這麼好 我就不滿你了 我不順超 所以我會擊敗你 打低你 去令自己能夠得到你的成就 兩師兄弟最後 因為這樣而產生了分歧 七索和軍部 因為大家一起受苦 反而會有一種共患難的感覺 那就是跟他不殺不苦 這兩師兄弟最大的分別 我猜冰師最重點不在於北虎 而是不殺的那個經歷 跟初頭的經歷 跟他們兩者有些近似 還猜不到原來北虎是未死的 這裏都會猜到他應該會再出場 不過我猜不到是這樣 這麼多年來 人家在東北老鼠試 我和你講一句 半劇頭 算了吧 哈哈哈哈 即是不用期待的 算了吧 最後可能還是出來說兩句 說提點下 然後又說 不是呀 這本事不是很喜歡原著的 如果他不喜歡原著 可能有東西改的 但如果他跟原著的話 算了吧 聽下節吧 我稍後回來聽下節